弟兄姐妹,大家早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诗篇第29篇 神的宗旨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 归给他 以圣洁的壮士敬拜耶和华 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 荣耀的神打雷 耶和华打雷在大水汁上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声音满有慰言 耶和华的声音争破像薄树 耶和华争碎黎巴伦的像薄树 他也使自跳跃如牛犊 使黎巴伦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 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 耶和华的声震动旷野 耶和华震动家底式的旷野 耶和华的声震动五路落胎 树木也脱落金光 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 洪水泛滥至死 耶和华作作为王 耶和华作作为王 直到永远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 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 给他的百姓 阿们 弟兄姐妹 从这里我们看到神话语的能力 大卫一开口就一直强调耶和华的声音 耶和华的声音 大卫的诗 他主要是要提醒我们 神的话语是带有能力 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 而且也忽略了 神知不知道神话语 是带有能力 也荣耀的 那么 神的话真的有能力吗 神的话真的有威严吗 有威容吗 第一 我们看到 在第三节 神的话语呢 是彰显在大水之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慢慢的一起来看 他这里说 耶和华的声音 发在水上 荣耀的神打雷 耶和华打雷 在哪里呢 在大水之上 这是神的能力彰显 在水上 弟兄姐妹 当我们一提到水呢 我们大概都会想到什么呢 创世纪 神的灵映 应行在水上 然后神就发生 于是呢 宇宙万物呢 就因此而出现 那 这就是能力 当我们提到大水 我们也会想到 创世纪的 洪水 当时神吩咐 洪水 翻滥在地 毁灭地上 凡有血气的活物 是的 没错 这都和大水有关 也和神的话语有关 神的话语呢 真的 显在大水之上 祂的话 可以什么呢 可以创造万物 也可以 毁灭一切 是的 当我们看见 一切受造之物的时候 当然我们记得 这是因神的话而有的 因神的命而有的 也让我们看见 神的能力 同时 当我们看见 这些大水的时候呢 叫我们想起 神的威严 和祂的心法 可见 我们的神 是轻慢不得的 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看 第五到第六节 我们看到神的话语 张选 在于 黎巴伦 他这里说 耶和华的声音 争破相伯树 耶和华争碎 黎巴伦的相伯树 那 这是神的话语呢 显明于黎巴伦 到底黎巴伦是 什么样一回事 那按照圣经呢 圣经常常这样 骄傲呢 和黎巴伦的相伯树呢 连在一起 也就是说 圣经以相伯树呢 来代表 一种骄傲的态度 按照呢 四十集九章 一节到十五节 你们可以做参考 然后还有 以赛亚书第二章 十二到十七节 那 神常用他的话语 来警告 骄傲的人 使他们 净乱 也使他们呢 有所警惕 我们的神 不是用他的声音 使骄傲的 黎巴伦 使骄傲的 黎巴伦 像伯树 来震动 甚至 我们的神 用他的声音 使骄傲的 尼布 将你上王 变成 疯癫吗 神不是同样 用指头 写字 使骄傲的 伯萨上王 和他一切的 臣谱 就惊慌吗 使他们的 脸色改变吗 神也用他的话 使他们 变为谦卑 所以弟兄姐妹 神用他的话 骄傲的人 就立刻显出 他们的软弱 以及他们的无能 平时 不可一世 其实呢 只是 外强 中干 在神的话语面前 就言行毕露的 我们如果常记得 神拒绝骄傲人 那么我们 就会 一点也 不再骄傲 我们也会 格外的劝卑 所以神的话 常常提醒我们 我们是没有 什么大不了的 神的话 是有慰言的 第三呢 我们看到 神的话语呢 彰显以旷野 第七节 跟第八节说 耶和华的心 使火焰分叉 耶和华的心 震动旷野 耶和华 震动家底式的旷野 弟兄姐妹 这是 社会以色列人 或者犹太人 最熟悉的历史 这个历史是什么呢 是神在旷野 显出他能力 显出 他的话语的能力来 那 老师说 旷野呢 其实是一个 不毛之地 正光之处 是什么也 不容易生长出来的 也是一个 很容易 夭折的地方 那 神的话语能力 却在那里 彰显出来 神告诉他们 怎么样 士气麻辣 神也 依告他们 可以有肉池 那 神的话语 使以色列人 在这个 不毛之地 存活了多少年呢 四十年之久 而且呢 没有任何的切法 神在旷野 这个地方呢 使以色列人 看见他的荣耀 而且看见 他的营助和活助 引领他们走路 神更在 旷野之地 使以色列人 听闻他的话语 使他们 得了他的立法 典章 他的引导 神的话 在旷野 也起了极大的震动 使人能够 惊奇 弟兄姐妹 人生呢 有时候 我们有起有弱 有深有酸 有丰富 也有缺乏的时候 但是呢 神的话呢 使人在旷野 般的衰产 遭遇的时候呢 仍然有利 仍然有盼望 继续地往前 那么我们还记得 哈巴谷先知的体验 也真是这个好证明 他得了神的话之后呢 就能安稳 奔走 他前面的道路 跟事丰 根据哈巴谷呢 第三章 十日教师主见 就是在这里 你可以参考 那如果我们今天呢 我们正落在旷野 一样的遭遇 弟兄姐妹 我们肯定 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 让神的话语呢 让神的话来支持你 来引导你当中的路 不然我们也就会迷失 第四呢 我们看到 神的话语 彰显在 我们的危机的当中 他这里 第十节到 第十一节 他说 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和华 坐坐为王 耶和华 坐坐为王 直到 几时呢 他说 直到 永远 这是神能力 彰显在我们的危机 洪水泛滥 地中姐妹 是一个 多么可怕的事情 也是多么 危险的事情 多少人在洪水中 丧失家园 甚至丧失财富 甚至呢 生命也会丧失 多少人在洪水的危机中 人生从此呢 就成为了 幽暗 绝望 弟兄姐妹 大卫提醒我们 我们的神 是在洪水中 仍然坐坐为王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神 是在你的危机当中 坐坐为王 他掌管一切 虽然我们遇到 任何的危机 他还是掌管 他仍然在那里 他从来没有丢去我们 他会吃力量 给他的百姓 为什么 因为他孤恋我们 他是一位坐坐的神 表示他呢 是不被动摇的 坐坐的意思 还是表示他是一个安稳 他仍然安稳 弟兄姐妹 唯有这样的神 才是可靠 不是吗 也是我们人的依靠 如果我们的神 自己也动摇 他自身也难保 他怎么能够救我们呢 所以大卫经历到神 在危机中 任何给他安稳 任何给他依靠 而他是永远安稳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坐坐为王 直到永远的 人可以给你一时的帮助 你的朋友可以给你一时的安慰 可能你家人可以给你一时的劝告 但没有任何人 给你永久和永远的安慰跟帮助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自己 他是永恒的 因此他可以给你永远的帮助 弟兄姐妹 或者今天 第一次听我们这个灵修的朋友们 我要告诉你 这位神他不离开你 这位神 他能够使我们抬一头 因为他是永恒的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他永远坐坐为王 所以他就是我们 永恒可以依靠的神 好不好跟我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我感谢你 你透过这个诗篇 给我们看到你话语的能力 你也给我们看到 你是在患难当中 危机当中掌权的事 主啊 今天早晨 我们可以学习到 当我们危机的时候 我们首先第一 我们要寻找的就是你 因为你是一位 昨日经的指导 永远不改变的神 主啊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永远认定你为我们的主 好让你来引领我们 引导我们的前面的道路 主啊 我也特别围照 今天早晨 听我们灵修的弟兄姐妹祷告 主啊 在我们当中 如果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心灵上有困难 有遇到危机 无论是家庭的 婚姻的 财务上的 无论任何的困难 我相信 主啊 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 你必要听我们的祷告 包括今天在我们当中 可能还未信耶稣的朋友 主啊 当他们一开口呼求 你的时候 你必须听他们的声音 主啊 今天早晨我们祷告 在有病痛的 我们也祷告你的话语 能够发命令 发出抑制的能力 进入到 有疾病的弟兄姐妹身上 跟朋友的身上 主啊 让他们的病 完全的得到抑制 同样的 当我们弟兄姐妹 或朋友们当中 遇到患难 危机的 主啊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声明 让你的坏进入 让他们所遇到的危机 开始翻转过来 成为转机 你要为他们开路 就如你当年 怎么样为你的子民 以色列人 开路一样 今天早晨 同样你是信息的神 你是昨日 今天知道 永远不改变的神 同样 你会为我们来开路 主啊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声明 让我的心永远地 依靠你 我谢谢你 主啊 我要祷告 求你继续地带领我们 今天的脚步 让我们 更懂地 学习来 依靠 来爱你 来赞美你 成为你 荣美的见证 我感谢你 主耶稣 奉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 念上帝 持续地祝福你 我们明天再见